小卤猪都出来了呢 对对对 我就想找的这一家 昨天呢 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下方的留言啊 因为我之前问了个问题 就是关于在农历新年 华人会吃一些什么有代表性的食物 我没想到也有蛮多的朋友给我留了言 那我特为呢 就把他们这些东西都抄下来了 我想今天呢 去趟那个吉林万山市场吧 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采购的 马上就要农历新年了 因为女儿和公公婆婆要到年后才能来冰城 所以我和我妈说 三个人的一国新年一切从简吧 可老妈总觉得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 还是有必要备点年货 三年的时光让我们更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虽然过年这里吃不到曼香 但能买到新鲜低价的鳗鱼 于是老妈就试着自己做 虽然不在国内 但我们找到了卖中国食品的门市部 那里有更低的价格 更全的货物 我们有时去当地一家颜值很高的中药行 我一直觉得这家店很漂亮 特别有传统的味道 那里能买到很地道的煲汤和调理的食材 你看它这里整排的都是帮你包装好的嘛 这种可以熬汤啊花椒汤或者是赌生的那种 顾发汤啊 顾发汤你买一包 你比较适合 我头发还有一点 等我头发掉了差不多了 这个叫防患于未然 吃起来先 我们甚至发现了那条不起眼的批发一条街 在那家经常去的海味批发部 有一位特别淳朴的当地师傅 哇哦 他帮你里边拿了一箱出来 哇哦 他有吃水呀 这个这个铭呀 这个铭呀 这个铭呀 他有吃水 这个铭这个看上去新鲜 没事吃一点就吃一点嘛 哎呀 走来 走来 因为真的不好意思 谢谢你啊 师傅 哎呀 真的不好意思 在后面 感觉自己已经越来越融入了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打算去买一点当地的春节零食 过一个更地道的马来西亚新年 那我们从什么东西开始说呢 先说这个肉干吧 哲戏是当地的一个老字号吧 我之前两年也买过 这个呢是当地的华人推荐给我的 我刚才尝了一下 哎 真的是蛮好吃的 我甚至有点后悔了 好像有点买少了 我啤酒给你买好了啊 啤酒配肉干 绝配了 当地人称为的肉干 据说做法起源于邻国的新加坡 过去是农历新年才会有的昂贵食物 所以虽然现在随时都能买到 但每到新年 肉干行的生意还是格外的好 因为在很多大马华人的心中 要吃到肉干 农历新年才算是圆满的 这个呢 你们一定没见过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年糕 红红的 它外面是用那个香蕉叶包的嘛 年糕的话是在新年里边 是绝对不能少的一个角色 我刚才买回来了以后 忍不住我就先尝了一个 我反正是吃过了 我今年是年年糕了 这两个留给你们 你们一人一个 马来西亚的年糕是用红糖做的 蒸汁钱会放在一个铺了香蕉叶的容器里 所以出来的样子有点特别 至于当地华人新年吃年糕的用意 就和国内完全没有区别了 都是为了取其谐音 祝愿来年生活步步高 谢谢阿姨 新年快乐 谢谢 这个是异乡的酥饼 我这个倒不是特别去的 因为我是去异乡买麻油的嘛 刚才视频里面你们也看到那家特别漂亮的店 它也是有一个一百多年的一家老字号了 之前是做饼家出身的 可是他后来呢开发了自己的麻油 这个麻油特别的浓 有很多的中国的阿姨 如果回国的话 甚至会把这个麻油作为手信带回去 不过呢因为他们家是做饼出身的嘛 所以饼的种类也很多 我比较喜欢是吃这个两款的 一个是麻香酥 还有一个是茶香酥 不过麻香饼再好吃吧 也替代不了这个新年饼 这一款的话 马来西亚朋友肯定是认识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叫国家饼 在各种各样的新年饼中 我觉得最粗彩的就是加了椰浆 充满娘惹风味的国家饼 因为在制饼的饼模两面 各自刻着代表爸爸娘惹的图案 在制饼时 它们被夹在了一起 同时落在了饼的两面 最后再被折成扇子的形状 所以它也有个浪漫的别名 叫做情书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呢 有一位当地华人朋友 送了我一盒国家饼 然后送了我一盒那个花生酥 哇这么好吃啊 为了这个我还特为让他把 那家老板的地址给我 我们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路 到他的那个家庭做房里边 再去买了一点 虽然现在超市里也出售 各种各样包装精美的新年饼 但大马的华人 似乎更青睐于这种 有着细青的红色盖子 家庭制作的新年饼 也许手工制作的更有传统的年味吧 这个很好吃 对对 另一方面也因为每到新年 这些家庭做坊的生意就特别的好 东西大多是现做现卖 非常的新鲜 像我今天来的这家店 因为事先没有和他预定 有些品种也是没有现货 雌骨片还是老板娘看我有点失望 现场榨了两罐给我 所以如果来马来西亚过农历新年 千万别忘了尝一尝这些南洋特色的年饼 那我走了 谢谢啊 拜拜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 他们也喜欢吃花生 超市里面有很多花生 这个金岛和国内完全都一样 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是新年特有的吧 我老公呢 昨天去超市的时候呢 给这个女士呢 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他的理由 这个我喜欢吃 好吧 大发 发发发 哦真的呢 还是发呢 这个是一定要介绍的 我们国内叫如干 在这里的话呢 它被称为干 过年马来西亚超市里最多的水果是什么 当然是干了 广东话 干与金同音 又有苦金干来的好寓意 于是新年里 大马华人拜年 带再多的礼物也不能少了他 我们也入乡随俗准备了一些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真月初期家家户户都要捞声 捞在粤语中是半的意思 又是做生意赚钱的礼语 捞声其实是用七种颜色的蔬果丝 搭配上生鱼片的凉拌菜 吃之前再淋上酱汁 大家一起将盘中的各种材料高高地捞起 同时口中说着各种传统的祝福语 据说捞得越高 来年就越兴旺发达 如果要问金宝宝 什么是最喜欢的新年零食 真的很难选 因为它们似乎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食物 而是承载了华人对传统新年的情感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愿大家都能过一个风生水起 越牢越旺的农历新年吧 2019年的农历新年马上要到了 提前预祝大家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70后退休日记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